《輕鬆得性》和整體活在神的愛中的教導 都入了心 我每天都經常跟自己說這類說話 經常說 神很愛我的 神很看重我的 神很看重我的 每一個我們這裏的人 周圍的人 神都很看重的 所以我們可以大大提升的 我又不需要被人影響的 我經常都 這些觀念在我裡面裝滿了 每天都 我一發覺有不好的意願我立即處理 而且就算沒事無關 我都經常跟自己說 結果我就慢慢浸入了這種意念 有些什麼問題我都立即出正面的意見 我覺得現在我自己可以這樣 像你這樣 不同理 但是如果說人家還是不信心 就是害怕 這個就是信心問題 我又想問你 你自己 你幫到自己 當然有一個程度 有一個程度 但不是好像你這麼好 但都進步了 是不是 當你有六十分 那你可以跟自己說什麼呢 你又沒有一發 八分 六十分 或者七十分 你跟自己說 可以說什麼話 你都做得很好 進步了 你都用了一些 去處理自己的方法 去處理自己的心情 去看見這個程度 當你講的時候 你就不要說錯話了 這意思就是你不要說 他這麼壞 你真是很難生氣的 你又認同他 去生氣他 就是我們做得對的部分 我們就分享給他聽 他就會聽到之後 他就跟著他去做 提升 你可能覺得幫得不夠多 但不要緊 幫得不夠多 我便留意一下我欠什麼 你甚至可以把你的錄音 輔導的錄音給我 然後我就會 聽完了 我便會告訴你 你可以做如何提升 你總要試過 不用怕 做錯 說錯 總會有的 你試一下 先幫好朋友 近的 做錯了也不會怪責你 其實這是你怕的 但的而且我們要評估 我們怎樣評估呢 我們會不會太少 令他覺得舒服和不認同 而只是教他呢 這件事我們要留意 有時其實我們都 輔導一定有教導 但教導也有兩頓後文 你記住你又不要給他影響 你又不要發怒了 你又多祈禱 那感覺是不太好的 但我們感覺到那個困難 我知道你很困難 我知道你的情況是不容易的 那你可以怎樣做呢 他便說我便祈禱 這個做得對 你祈禱 你覺得有沒有力量 我便說有 祈禱有力量 你便繼續祈禱 這都是指示性 但指示性的過程 是他覺得是被接納的 即不是一定被指示 是一定是不被接納的 但那個方法是怎樣的 就是這個探索的時候 探索 探索 處理的方法的時候 有些人便會想到一些 有些人是想不到的 那想不到的 我們可以怎樣做法呢 我們是可以有時問他 聖經裡面說些甚麼 這樣引導他 即是聖經說如果有困難 可以做些甚麼 這樣 祈禱他們真是很厲害的 是的 他說祈禱這樣便好 我們可以這樣為祈禱都可以的 好了 我為祈禱都有 所以我通常有一個美好的目標 你現在自己試一下 你自己試一下放鬆享受一會 在這個過程中 你覺得怎樣 我就會 用這樣的方法 引導他 在那陣子都會祈禱 有時我們問了他 他真的有時也想不到 我們可能用聖經 問他 聖經講點一樣 他就引導他 然後最後他也不行的時候 我們就可能去 其實總之 你幫到他走一步 就已經好一點了 他肯走一步 慢慢慢慢提升 這個就是幫助人的條件 其實大家需要去做 做到下你就開始摸到的了 我又會這樣說 建立關係先 他覺得信入你 是很多的 他有時關係就是 由我們的笑容 怎樣跟他聊天 歡迎他 關心他的事 他覺得舒服 他就會繼續跟我們聊天 他過程 總之不要說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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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不要進去 令他覺得不舒服 整體過程都是令他舒服 甚至我們有時指示性 都會令他舒服 所以有時我們輔導人 也會問他 我先輔 這個過程 不要說是輔導 即跟你聊天 你覺得怎樣 讓他回應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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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鎮填 綿